虽然说在电影锦衣卫的宣传中我们看不到赵薇 但是这并不影响锦衣卫的号召力 影片呢还是有很多值得关注的看点 比方说真子丹打的不再是弃手空拳 赵薇呢也是真正做了一回女人 当然我觉得感情戏也是最大的卖点 在接受我们娱乐无极限独家专访的时候呢 赵薇就提前为大家揭秘了片中的一些感情纠葛 这次我的打并不是很多 但是人在江湖中嘛难免会动刀动枪 所以我虽然武功不是非常高 但是我在锦衣卫里面也有一些动作 而且我觉得真子丹的动作非常漂亮 我有时候看他在线上打我就觉得非常帅 你要我做的事我一定会做 不管你是骗我或是不骗我 就是渐渐相爱上的两个人 对因为开始我们是也不认识的 后来认识了 感情还是非常深刻的 我们已经有了很崇晴的故事 很好的武打动作 那我们还需要有一个非常感人的爱情故事 你已经利用完我了 至于结局嘛 我觉得也留一点悬念 基本上观众可以想看到的一些情节 跟想象中的画面 我想锦衣卫里面应该都有 危险 部份 未经许